他讲的 就是说他这个是 是一个很正式的字 它是个名词 resurrection 注意s是他 z的音 resurrection 所以如何我们的 发音的原则 TION结尾是倒数第二音节 重音 resurrection reaction resurrection resurrection 对没错 这是他的名词形式 正式的说法 在圣经里面这个字非常正式 就是指他整个复活过来 resurrection 但是这个 resurrection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有用在耶稣的身上吗 我们有没有用过 耶稣 resurrection 好像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用resurrection 为什么不知道 所以他就告诉你这个复活指的是什么 这个复活指的是什么 是末日结果审判的时候 他必复活 他指的通常是这样子 resurrection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圣经里面 比如像这个 res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讲到耶稣的就是都是说 he has 我们会用res 对不对 我们看过他 他们用这样的字 right或者是 he has什么 arise 我有的时候 he arised 也可以用arise 这个字 是不是 都是起来的意思 他起来了 好像从来就没有说 因为 因为耶稣是 他是三位一体 他是圣灵 他基本上 他有灵在里面 他的圣灵在里面 他没有 他没有像我们人一样 就是说 death 经过一个死亡 什么在这样子 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灵 他一定要复活 他这个 他就是在起来 一般来讲 在讲耶稣的时候 都是说 arisen he has risen ok 用这个字 ok 没有把resurrection 这个字用在他身上 resurrection 这个字 只是人 在审判之前 一定要 必然会再 复活过来 ok 原来已经死去的 那些坟墓里的 坟场里面的那些人 他不会再 就有resurrection ok 还有一个词 alive alive alive是一种状态 别人活着 alive是说 他这个人仍然活着 哦 比如说这个 这个鱼 你杀鸡杀鱼的时候 哇 你没处理好 或者是我小的时候 解剖青蛙 生物课老师 叫我们解剖青蛙 我们把它放在 那个乙泥里面 然后把它迷昏了 然后我们都解剖完了之后 解剖完之后 那青蛙又跳起来了 他的整个皮肤 都是给切开的 这东西又跳起来了 我可以说什么 it is alive alive 他还活着 这个alive是指活着 他还活着 比如说一个青蛙 你以为他已经去世 已经过去了 不对不对 他还有呼吸 he is alive 他还活着 所以alive是一种状态 表示这个人仍然活着 我们唱歌的时候 经常有着这个词 对 alive是活着 他仍然活着 ok 你别想我走得太早 I'm still alive 我还活着呢 I'm still alive 好 所以alive是这个意思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